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集谈到了马关条约签订 然后台湾被割让了 台湾割让的消息对蜻蜓来讲 是一个早能够接受的他们可以预料 因为李鸿章不断地要给他们写电报回去 可是这个消息一传到台湾来 那可不是普通的震荡 不止普通的震荡 台湾朝野上下包括民间 大家都义愤填膺 充满了被遗弃的悲愤伤心激动 乃至于对未来前途的疑虑 所谓的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城无利可回天 这个14个字充满了对李鸿章的控诉 也呈现出台湾人的这种无利感 当时有许多台湾的这些 即使是在大陆的当官的人 或者大陆上有许多知识分子 官员等等上诉给清廷 绝对不能割让 但是毫无办法无法阻止 因为条约已经签订了 台湾巡抚唐锦松立刻上诉 他表示什么 他说台湾民众不服 旗约可费 可是5月8号 马关条约就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 正式生效了 5月10号 日本拔着了海军中将 华山之计作为大将 他任命他作为第一任的台湾总督 那么当然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 在台湾引起轩然大破 5月15号 巡抚唐锦松跟台湾所有的士绅 举行密谈 谈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清廷要不要我们 然后我们要被割让出去 变成日本统治 未来谁来统治台湾 那谁是我们的领导 就是谁是我们的政府政权呢 在彷徨无助之中 他们只能够找台湾巡抚唐锦松商量 所以台湾人只能这样 那么唐锦松在会后就发表什么 台名布告 他说我台湾隶属大清版图200余年 竟改行审改为行审 峰会大开 俨然雄市东南 而上年日本造姓 遂至失和 日本药所台湾 竟有割台之款 竟有割让台湾 世出意外文信之日 声明愤恨哭声震天 虽然唐巡抚 唐辅帅 电奏谍争 一直要求清廷 但是没有用 所以内外成功 拘报不平 那么没有办法挽回颓势 所以声明用什么呢 在电文里面他说 起源于英国 可是英国局腻在对外外交的势力上面 他有一个势体 所以自知不理 那么声明台湾的地方是 声明又请求唐锦松 电奏 肯由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伤请俄国 法国 德国 三大国 一起来阻止 割让台湾 但是没有办法 诚意 是最后四个字 乌户惨意 很惨 这个时候台湾 真的像被一个被遗弃的孤儿 没有人 愿意来帮忙 所以这时候谁愿意出手相救 都会感恩戴德 恰巧的是 5月19号 一艘法国的巡洋舰 抵达了基隆 而法国军官呢 在21号拜访了唐锦松巡抚 他表明什么 表明说 他想要为清政府取回土地 相当困难 这是清朝政权的决定 所以法国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如果 为台湾保护台湾人民 这会比较容易 换言之 他说 如果你要得到法国军舰的支持的话 你就是要台湾独立起来 然后 他就比较容易来保护你 否则你要保护一个清朝的属地 他要通过清朝没有办法 好 本来犹豫不决的唐锦松 听完他的讲法 他21号拜访他 5月25号他就宣告要独立了 他就要成立台湾民主国 成立台湾民主国之后 那么法国就容易来帮忙了 特别是他 讲的民主国 恰恰好跟欧洲 他们对于民主国的观念是 相一致的 那么在5月25号 他发布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 那么他的国号叫什么 叫永清元年 永远属于清朝元年 5月25日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无等如甘寿 甘愿受割让 则无土无乡归以底所有 如不甘寿防备不足固 断暗长期持续 所以他说跟很多列强折冲 但是没有人肯帮助 那只有台湾人民愿愿 每一个人都愿意战死 而不愿意割让台湾 所以决定成立自主自国 民主自国 那所有的国务由公民 公选 官吏 营运 为达计划 且抵抗 拨奴侵略 新政府机构中枢 必须有人主持 确保相立和平 所以就由 不正使唐锦松 决定推许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 那么 这一份宣言 唐锦松这一份宣言 还议成很多外国语 送到各国的驻台的领事馆 25号的上午9点的时候 他还举行了独立的典礼 宣布台湾民主国成立了 然后唐锦松被推举为 台湾民主国大总统 邱逢甲作为副总统 兼团练士 领导义勇军 而刘永福呢 被推举为大将军 另外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看到有一个 蓝帝黄虎的旗帜 作为台湾民主国的国旗 人们称之为黄虎旗 作为国旗 还刻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印叫做民主国宝印 那么 国号渐年永亲 我想这个都已经很清楚 可是 这一切都 很难 为什么 因为已经25号了 而日本的华山之际的军队 已经出发了 而各国呢 即使口惠实不至 即使法国这样说说 但是他的军舰开了就走了 根本没有人准备跟日本打一仗 没有人准备为台湾去打这一仗 所以台湾本身的鸡份 只能够靠自己来打 但台湾能够打吗 我想 这个就是最艰难的地方 5月25号 唐锦松宣布台湾民主国成立 可是5月29号 日军就在 在哪里呢 在奥迪 就是现在共僚那边开始登陆 三雕角共僚那一带 那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是说 在共僚三雕角那一带登陆 那真的是一个 太有意思的地方了 为什么 我们朋友如果没有忘记的话 我们在开始做台湾史的时候 讲过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 台湾的北方有凯达格兰族 对不对 凯达格兰族 他有一个传说说 这个民族因为在一个 原来的居住地叫Sensei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妖怪 他让半夜去骚扰他们 让他们睡不着觉 所以最后他们决定 坐一艘大船 然后漂流出来 最后漂到台湾 漂到台湾 最后他在一个美丽的海湾上岸了 上岸之后 觉得这里终于可以安眠 找到新的乐土 所以就定居下来 这里就是共僚这里 也就是今天的三雕角这一带 这个海岸线 多么有趣 凯达格兰族这样到达台湾的 17世纪 西班牙人也在海上 看到这个美丽的狭角 所以帮他命名叫Sandyago 所以这个才被后来的闽南人 用闽南语命名他叫三雕阿角 也就是今天的三雕角 他是北台湾突出的一块狭角 他总是吸引着侵略者的目光 所以当华山之际带领他的敬畏兵团 来攻打台湾的时候就从这里进来的 事实上华山之际的敬畏师团 他本来想要登陆的地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淡水 一个是三雕角 他们在巡防的时候发现说淡水有很坚强的守军 所以军舰靠近的时候 岸上的守军就对他们开炮靠了好几炮 他想这场战争还要打下去 太累了攻打不容易 所以他整个决定放弃之后先攻打三雕角 那么根据日本的攻台战绩的记录 他在1895年5月29号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军队就抵达了三雕角的外海 在一挣扎发现这里没有防备 于是发出了信号弹 告诉其他的军舰到这里边来集结 当然照道理 既然没有守军 应该不会遭遇抵抗 可是日军的战绩里面说 他们还是遭遇贼兵的多次袭击 那我在看这一段记录觉得很有趣说 那这个贼兵是谁呢 既然清朝没有军队 那这个贼兵是谁呢 所以用场景来判断这些反抗者 应该就是当地的民众 但是他没有多少武器可以用 所以日军也不是说什么发生什么剧烈的战斗啊等等都没有 他只有记载说要赶走贼兵 所以不是互相攻打 但这些贼兵呢 我在怀疑说他们就是当地市居在这里的凯达格兰族人 而且他们的主居地被攻打了 所以他们去骚扰他们去想要防卫自己的家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历史记载 其实真正说起来日军所经过的地方 都是凯达格兰族原来旧的社区老家活动的山区 就生活领域 这很有趣 所以日本的增台战记里面有一段很有趣 他说呢 他向双顶膝推进 然后在日暮的时分又下着萌萌小雨 迟迟莫变 晚上九点多抵达土岭 土岭其实就是供了现在的土地公里 在那个附近 突然与一群贼兵在五六十公尺的近距离发生冲突 急忙射击将是击溃 不知道凯达格兰族能够怎样攻击他们 因为事实上他们没有太多武器 所以凯达格兰族也不是真正溃败 而是什么就散开了 希望回去找人找武器再回来打 所以当天半夜 他们不断趁着夜色趁着下雨 趁着就是整个视线不好 所以他们继续给他骚扰 用各种枪声去突袭他们 也就是说凯达格兰族只能够仗着地形去突击 这个就是日军攻台的时候 碰到第一波的抵抗者 居然是凯达格兰族 因此我觉得这一段我特别要讲 是因为过去的台湾的历史里面 很少记载说凯达格兰族在1895年 是第一波的反抗者 那么当然日军在攻台战绩里面 特别把三雕陵称为什么 三雕大陵 好像夸大说这一次的登陆战争 打得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 那么如果占领三雕陵之后 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 他往北可以进攻基隆 往南可以前进台北 那地形跟海岸都还没有什么建设 所以不适合登陆 怎么办呢 他登陆的只是先前部队 然后后续的支援部队 就在海岸线彻夜登陆 那步兵的第一连队 机关炮四队等等 陆陆续续登陆了 然后在登陆的过程中 因为海岸线长 就是距离海岸跟舰艇之间距离 所以赶快搭一个战桥 然后战桥队马上下来搭那个战桥 然后所有的部队就从指挥官就命令 从这个小战桥里面赶快通过 然后解决什么 解决他要马匹登陆 所以随后的寄兵队 卫生队 行李队等等 陆陆续续登陆 后来的两天里面 炮兵队 还有独立的野战电信队等等 乃至于弹药的大队都登陆了 特别是野战电信队的大部分 跟野战医院车辆等等的 也陆续进来 然后其他的为了保有实力 有一些还留在船上 我讲的特别详细是为什么 我想要跟我们的朋友说明一下 是你看到日军这次的攻台 是完全是 大面积的 有计划 有组织 而且配备了非常完整 精良的现代武器 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 包括了电信 炮兵 马匹等等都配备完整 这跟当年 牡丹舍事件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 也跟日本在其他地方的打仗的规格 就更接近了 就是经过现代化的部队了 所以你说这样现代化的部队 在地的三凋令的凯达格兰族 怎么可能跟他对抗呢 所以只能够临心骚扰嘛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日军的行军上很困难 因为他要走顶双溪 丹里桩等等 很狭窄的山路 然后有不规则的石头 让他的马很不好走等等 然后溪流又很不好通过等等 但总之呢 他们还有工兵队伍嘛 所以陆陆续续一直挺进 就这样子进到了台北 乃至于他们在顶双溪的名家 还找到150弹的灶米 来充当他们的食物作为补给 很有意思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攻台战绩里面 所记录的 你说与其看到日军的攻打 还不如看到凯达格兰族 怎么去跟他对抗骚扰他的 在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起说 凯达格兰族的命运真有意思 他最先在这里上岸 然后第一波全球化的时候 西班牙也在这里上岸 而第二波全球化 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 蒸汽船的这些武器战舰 日本带着这样的战舰过来 也在这里登陆 而在这时候的机关野炮 都已经不是早期那种 西班牙时期那种原始的大炮了 所以这就是一场完全 不同规格的战争 我可以想见 我有时候都会想说 那个时候的凯达格兰族 不晓得怎么思考的 1895年 5月29号这一天 凯达格兰人 我们的原住民 在这里生存那么久 然后看到不同的船又来了 然后他只好带着家人 孩子躲入到深山密林里面去 安安静静地躲在丛林里面 看着日本的军队通过 然后看着巨大的马匹 马队然后师民通过那些密林 然后军队的机关炮等等 压过他柔软的泥土 就是这样来临的 我想他们一定就不敢出声 不敢做什么声音 后来凯达格兰族又面对日本人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接受那些人类学者的访谈 访谈他们的历史了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日本的人类学者 也的确为卡达格兰族留下了一些记录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卡达格兰族的记忆里面 不知道怎么记录这段历史 可惜他们没有文字 5月29号这一天 日军在三叼角登陆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命运的转类点 到了6月2号这一天 清朝的代表李金芳 其实就是李鸿章的义子 但任养的养子叫李金芳 他应了日本的要求 来到台湾要做什么事呢 要办理交接 可是他当然知道 他有接到情报 他知道台湾人上下群情激愤 他如果上了台湾的岛上 他要怎么对群众交代 对唐锦松交代 交代说把你们出卖了 蜻蜓不要你的 怎么交代呢 一个正式的仪式应该是说 蜻蜓的官员跟日本的官员 在台湾岛上交接 然后台湾岛上的巡抚 唐锦松应该把他的权力 交出来由日本来接收 可台湾岛完全不愿意同意 不愿意被出卖 所以李金芳 就是要代表来办理这个仪式的 他也没办法 最后这个仪式怎么办呢 他只好在一个日本的船上 上到日本的军舰叫 横滨湾号上面 那横滨湾停在基隆的外海 靠近三雕角的海面上 现在留下的照片是他做了一条小船 然后小船再上到日本的军舰上面去 那把什么呢 把交接台湾文具 就是交接台湾的文书 领具等等的文具 交到日本代表 也就是首任台湾总督 华山之际的手上 完成了交接的仪式 那李金芳透过他的属下 代表直接到台湾 然后进入台湾巡抚唐锦松那边去 告诉他说不要抵抗 立刻进京 陛下要面见你 所有的文武官员 就是清朝的文武官员 全部内渡回大陆去 那么这个仪式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重要原因在于 这是一个台湾主权归属的证明 台湾主权归属于清朝的一个证明 如果他不属于清朝 他怎么去交割呢 怎么交割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岛屿交割给日本呢 换言之要割让 你要割让的是原来你自己的土地 那因此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有许多说法说 台湾是无主之地等等 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交割的过程中 其实台湾属于清朝的土地 属于中国的土地 这个主权上是清楚的 只不过是割让给了日本 割让给日本 那么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清朝的所有官兵 在李清方要求他们内渡的时候 要怎么办 他们挂着台湾民主国的旗号 可是你的宗祖国已经叫你不用打仗了 你国号你要希望年号叫永清 永远属于清朝 可是清朝叫你们全部投降内渡 那么请问熟赫的官兵 自此而后你要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呢 你所有的抵抗 所有的反抗 难道就是最终是毫无目的 只能够碰到日军了 你不知道去效忠哪一个国家 所以虽然台湾民主国建立了 但是这个国家根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 认同你要为谁而奋斗的 一直到后面 真的这些清朝的官兵 特别是因为清朝的官兵都是三年一任 所以官员也好 士兵也好 来台湾任职之后 几年后就调走了 所以对台湾基本上没有这个认同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叫清廷的官兵 去为台湾而战 去跟日本对抗 更何况 朝廷已经叫他们退走了 所以 整个战争其实是非常没有抵抗意志的 清廷的官兵 虽然唐锦中要求他们去出战 可是他们一碰到日军就溃散了 更糟糕的是这些官兵会想说 那既然上面叫我们内都 那我们内都回去 一无所有的回去 怎么办呢 所以他干脆进到台北城 像军队一样 这样的军队就变成一种武装的流窜的力量 在台北城找地方的士绅 找有钱的人 各自去截略 然后各自把公款卷了之后 逝世逃亡走了 反正朝廷叫你内都 叫你走嘛 走既然要走了 那何不截略一把再走呢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剧所在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刚刚讲到日军 从三凋令上岸之后 开始进攻 要供入台北城 那本来清朝的军队 应该是主要要出战的 特别是在唐景松的带领之下 本来应该官兵抑制一次 可是问题就在于清廷命令 他们全部官员要内渡 所以你真正出战 反而是违抗了清廷的命令 那唐景松因此陷入了一种两难 当然他就很难指挥他的部队 他的部队士气是非常低落的 一碰到日军就溃散了 因为他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那你可以想见这个时候 台北城市多么的混乱 本来应该去对抗日军 打仗的清廷的军队 这个时候溃散回到城里头 大家都准备内渡逃走了 那逃走之前又到处去打劫 变成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原来应该是唐景松 以及清廷的官兵 来维护这个整个内部的次序 一起来共同对抗的 结果内部士气溃散 甚至于在城里头打劫的时候 整个已经一团混乱 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6月3号日军炮火猛烈的攻击底下 石球岭炮打还有基隆 相继都陷落了 所以民主国的正规军 战时大概200多个人以上 已经没有什么士气可以打仗了 台北城一团混乱 到了6月4号的傍晚 清廷的军队来到唐景松的官邸 要求唐景松说 为了提高士气 你可不可以亲自出征 我们大家至少为你去打这一仗 否则我们不知为谁而战 想不到 唐景松假意说 好那既然要这样的话 我回去换上战袍好了 结果他回到房间里面去 结果他带着他的儿子 就从后门弃职潜逃了 6月4号这一天 距离什么 距离他当上民主国总统 一共才十天 所以有人又称他叫什么 叫十日总统 短命的台湾民主国 这个十日总统就这样短命的结束了 6月6号 唐景松搭上德国人的商轮 叫鸭打号 鸭打号是翻译器叫Arthur 从淡水逃往厦门 然后副总统邱逢甲 直到唐景松逃走了 那么作为副总统的邱逢甲 他变成日军的头号通级要犯 大骂唐景松之肉 其足死乎 就是说唐景松的肉还足够吃吗 拿来吃算了这样 但他也跟着逃亡了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带头了 6月7号到14号 日军在没有抵抗 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底下 占领了台北 那前清的韩兵败将全部被肃清了 事实上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是 根据史料记载 台北城正在兵乱的时候 就在6月6号 唐景松走掉以后 蒙甲的士绅 包括了李炳钧 吴连远等等等等的 跟大道城的士绅 李春生等等的 所有的士绅 看到完全没有次序了 官兵反而在城内 大量的抢劫 那这个抢劫就变成整个次序混乱 然后人命也保不住了 怎么办呢 他就干脆不如请 日军干脆进来台北来维护次序 他至少有人可以管理 否则的话 唐景松走了整个就垮了 所以当时没有人敢去 就说这些士绅做了这个决定 维护次序 维护经营的次序比较重要 所以就找谁呢 找了当时在经营一家商号 叫瑞昌城商号的这个人 这个人叫孤贤荣 结果孤贤荣自告奋勇说 好那我就到基隆去送请愿书好了 然后他就自己带着请愿书 还有带着一些人一起过去了 到了日本军队所在地的时候 日本政府派出了台湾民政局长 叫水野尊这个人 面见了他 然后收下他的请愿书 可是当时日本根本不了解台北的情况 他也会怀疑说 你孤贤荣会不会是 城里头的士兵派来的这个间谍 对不对 万一你故意好像可以迎我们进城 那你把我们陷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去 那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也在犹豫不敢跟着他进去 那更当然更感到犹豫不决嘛 就在这个时候呢 随同到来的一个美国一个纽约先驱报的记者 叫戴维森 Davidson 还有英国商人叫Thompson 唐姆逊的还有德国的商人叫Oli的这个人 到达了汐止 在日军杂引的这个地方 跟他们见面了 那么这几个人表明说 他代表台北的外侨来请日军开赴台北城 于是日军在6月11号顺利的进入台北城 6月14号日军的日本的总督 华山之际就在黄昏的细雨之中 进入了台北城 历史就这样扭转了 我特别要讲这个细节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总是认为说 一个政权在轮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 当你知道一个政权即将败落了 即将撤退 即将逃走了 进入权力真空了 在这个时间点上 会不会发生很多混乱的事情 也就是前面的权力管不住了 后面的权力尚未到达 在权力交接的这个阶段 会发生抢劫混乱 事实上1895年这一年是这样 1945年日军战败要撤走之前 日军已经管不住台湾 而国民政府的接收军队 以及接收的政府还没有来临的时候 也有那么一段时期的混乱 这个时候的混乱 对于商家 对于一般百姓 一般安居乐业的百姓 其实都是很大的危害 这个就让我忍不住想起什么 想起有人说要组织民兵 对不对就说如果万一大陆来攻打台湾 他要组织民兵对抗什么 号称熊的军队 什么各种各种黑熊军队等等 我们都可以设想 就像清廷管不住台湾 所以大家组织民兵 要来对抗日军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这个对抗不成了 日军要进城而 还没有进城而 清军准备撤走的这个时间 正如同这个时候 如果拥有武力的人 要打家劫舍 然后抢劫之后 坐了船逃走 民间怎么办 你有办法对抗吗 没有办法 所以事实上我们讲说 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跟一个政权 在交接的这个阶段 其实是最危险的时间 因为没有秩序 因为没有秩序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了 这些外国的商社 包括台湾的士绅 为什么会请古显荣去 所以干脆日军进来 维护次序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过去 我会觉得说 古显荣毕竟是 出卖了台湾的利益等等 可是你回头 如果说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 其实就是这些士绅 眼见台北整个失去了 应有的社会持续 整个大混乱了 与其大混乱你不如干脆 有人至少进来管理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境 一个政权轮替 中间的一个情境 那么 华山之际就这样 顺利的攻下台北 而且为了让全世界瞩目 6月17号的下午 他马上在台北城外 举行了阅兵式 然后在前倾的巡抚 巡抚衙门就是今天中山堂的这个地方 中山堂是后来日本人建的 那么早期叫前倾的巡抚衙门 后来巡抚衙门的一些建筑呢 搬迁之后到哪里 到植物园里面去 现在在台北植物园里面 有那个前倾的建筑 我们以后当然 我们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台北植物园去看看 那就是前倾时期的建筑 所遗留在台湾的 那么日本人呢 把他移到植物园里面去 那么6月17号 华山之记就在这里举办了 总督府使政典礼 此后每年以此日 作为台湾使政纪念日 但是很多反抗日本人的 把他叫什么 叫做使政纪念日 虽然当然 清廷的官兵都败走了 但是整个台湾人民的反抗 才刚刚开始 清朝的政权不反抗 官方不反抗的 台湾民间的反抗 才真正开始 我常常说那是一个 全民的战斗 历史上称为以魏之战 就是以魏年的战争 才刚刚拉开序幕 就是1895年的战争 才拉开序幕 而那场序幕 战到最后是非常之惨烈的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历史转瞬之间 我们所看到的容颜 一个混乱的容颜 台湾经历过好几次 经历过好几次 曾成功政权投降给清朝 然后想想看 清朝的政府进入台南 东宁王朝多少人自杀 多少人流亡到各地去 等到清朝这个1895年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事情 1945年依然是一次政权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台湾老百姓 面对这样历史的时候 一定有他内心的一个底蕴 内心的认知 那是跟我们现在在许多 政治宣传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每一次在看这些 台湾史的时候 就会更贴近台湾民间的认知一点点 就是那种无奈接受 然后要用他的生命力 用他的韧性 努力存活下去的 那样的一种生命力 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 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想趁最后的这个 短短的十来分钟 讲一讲孤显荣这个人 我觉得孤显荣这个人的历史评价 其实要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很多时候历史记载 把他当成汉奸 当成出卖台湾 但我觉得他去开城门 把日军找进来 其实代表了台北士绅 台北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需要 所以在这一点上 倒没有特别值得去批判他的 其实就算他不去 那些外国的商社 那些先锋论坛报 那些外国的商业的负责任等等 也一样去找日本人谈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还好说 但是后面他所做的事情 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他帮日本做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 因为他得到了许多的特许 好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孤显荣 孤显荣是1866年2月2号 在鹿港出生的 他在二林四番地 他的父亲叫孤琴 琴就是钢琴的琴 他常年卧病 他生下来第二年就去世了 他靠着母亲一手把他养大的 那么他从小身体就比较壮硕 很聪明又敏捷 个性又豪爽 在游戏的时候他会在当群众里面的这种指挥的 那么据说他有一次很冒险 不小心掉到那个自在庭院里面的井里面去了 就有一个年轻人把他救起来 那么一个叫郭莲这个人 所以他一直感念郭莲这个人来救过他 那么他也跟人家近视读过书 那么算是一个头脑清晰 也能够名列前茅的一个青年人 他以后他因为他的成绩不错 大家都期待他以后 可以在仕途上面有所发展 有所发展 但是呢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说整个时代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特别是在鹿港 鹿港那里是一个商业中心 所以他看到许多商业活动越来越繁盛 那许多人进进出出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贸易时代来临 所以他立志从商 十九岁的时候 他就到台北来当苦力 当教父 然后从事南北货的买卖 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叫嘉诚还有嘉义 两个唐号跟大陆的一些商店进行贸易 然后后来当然他也有跟蜻蜓结合起来 去平定一些地方上的小的动乱等等的 所以也获得五品的军功 五品军功 因此他跟蜻蜓是有在有合作的 并不是完全是一个被称之为是一个游民 就是说很多历史记载说 他是一个台北的游民等等 其实并非如此 他后来1891年的时候结婚了 在二十几岁 二十五岁的时候结婚 就在台北城开设一个瑞昌城号 在1891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都知道1891年这个时候 其实台北已经跟世界各地 有很完荣的贸易了 代表是跟南洋那边 因为中国有许多 劳工到南洋去 到东南亚去开墾 也有很多商人 商号等等在那边活动 所以台北这边产出的什么呢 张老也好 茶叶也好 糖也好 外销到那边去 乃至于台北这边的茶叶 都可以外销到纽约去了 所以整个台湾是面向世界开放的一个 新的商业时代 在这个时期来临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日本才会看上台湾 他看到台湾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港口 而且这个面向世界的港口同时面对大陆的是福建东南沿海的整个生产基地 因此我常常说从历史来看台湾就是大陆面向世界的某一个窗口 某一个窗口 而通过福州上海等等 古显荣做他的贸易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曾经跟南洋那边签订许多合约等等 乃至于他也曾经跟清廷签订他去供应煤矿 所以我们说 古显荣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知名的商人了 那么在1895年的时候 日军在攻打台湾 而清朝的官兵要撤退的大混乱之中 他去被邀请然后代表台北的士绅去请日军来竞争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境 那么当然他还算运气好 因为日本人不敢信任他的时候 如果日本把他逮捕 然后甚至于把他枪决了 他怎么办呢 还好美国的这些纽约先驱报的记者 或者英国啦德国的商人都到达了 所以日军就听了他们的话进程了 否则的话他还是很危险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台湾民间对于古显荣 比较难以原谅的是什么呢 他跟随了日军的攻打的主要领导者 叫北白川公能久亲王 北白川公能久亲王率领了进卫师团 向南台湾推进 然后一路打异军 打抗日的异军 但是他作为他随团的一个台湾人 协助他们去攻打这些抗日的异军 那么甚至于他作为台湾士绅 跟着日本的官方的人到东京去 做到日本警察界的接见 然后授予勋章等等的 这个就是后来他被民间所不能原谅的地方 那么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带着日军南下工程都死伤很多 那他还跟日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建议日本实施保甲制度 就是这种连坐制度 保甲里面呢 只要这个甲里面谁出了问题 这个庄里面谁出了问题 大家一起连坐 这个就使得抗日的异军在反抗的时候 很容易为了自保 所以地方上的一些乡民等等 就会跟他们做区隔 为了自保 所以他所推出的这一个方式 保甲这个制度 其实对于日军治理台湾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平息了台湾所有的反抗军的可能性 这才是最麻烦的 当然他因为他去迎接日军进程 所以得到很多总督府给他的特许 后来变成一家的巨富 那这些特许里面包括什么 总督府颁布官邮林业跟张老制造业的取缔规则 所以张老业都必须提出申请审核 那么古显荣是全台湾通过审核的37个人之中的一个 不仅这样 他还取得张老制造的许可证 然后还可以贩售等等 他变成了一个一个大的富商 用他赚来的这些钱 做了很多传播 开始做他的贸易 那同时呢 他也取得日本给他的所谓的盐业买卖 就是说日本台湾的盐本来是自由买卖的 后来成为专卖 日本人取得张老跟盐的一种专卖的特许 这个就是顾家后来富裕的一个经济基础 当然还有土地开发等等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后来古显荣崛起的一个原因 当然台湾民间对他还有很大的不满在于 1921年社会运动起来的时候 文化协会成立了 那么文化协会结合了台湾的农民 还有台湾无力的 特别是种甘蔗的这些贫困的农民 举办了无力者大会 无力者大会就是希望说 让台湾的无力的农民工人能够结合起来 互相帮助进行反抗 可是古显荣另外成立了一个协会 所以被文化协会嘲笑 他成立了一个是有力者大会 结合这些士绅等等 然后去跟这些无力者的文化协会的人对抗 因此文化协会的人 农民运动的知识分子等等 对古显荣是一片的批判之声 所以当我们重新看到古显荣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台湾的价值观是非常混乱的 因为他在乱世中去迎接日本人进来 他得到一世的荣法富贵 然后在1945年之后 他作为出卖者好像也一样的荣法富贵 那么 因此我们会常常想说 那么如果在政权轮替的时候 是否台湾人很容易出现某一些人 是向着政权的有力者靠拢呢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 国民政府本来在台湾还要清理 清理过去靠日本人致富的这些 所谓的走狗或者是汉奸等等 可是等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一来的时候 许多从日本获得利益者 有钱有势的人 照常用他们的利益去收买官员 所以就抹去了他们的历史的功果了 然后他继续成为有力的 有权势的人 这个就是政权轮替在台湾 几次翻云覆雨之后 留给台湾的某一种很特殊的性格 有时候我也在想 有这样性格的台湾是比较有韧性呢 还是更有生命力呢 或者是人在气节 在不断不断的政权轮替中 人的气节也被磨损了呢 当然这是一个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反省 可是我们回过头去想说 生活在不断政权轮地下的台湾 你想到1895年的时候 国家没有了 然后清朝要走了 再来统治的人不晓得是谁 国旗要变换了 未来你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什么样的局势呢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小小的老百姓是多么彷徨 多么无助 我想我们对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 我们会有多一点的文情 多一点的谅解 以及多一点点的敬意 因为能够生存下来 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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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